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此人体可以视为是一个与周围环境交互作用的系统 透过新陈代谢将能量以下称为内能储存与转换 并与环境进行供与热的交换 假设在时间DeltaT内某人从事汽车搬运物品等活动 所做的功为DeltaW 而由身体离开的净热量为DeltaQ 那根据能量守恒定律 其身体内能变化DeltaU遵守以下的关系是 就是放出来的DeltaU会等于DeltaQ加上DeltaW 好那上市除以DeltaT之后就会成为相关各量之时间变化率之间的关系 那一般将DeltaU遵守以DeltaT当作是此人在上述时间内的代谢率 那人在静止休息的时候 维持基本机能 包含体温所需要的最低代谢率 称为基础代谢率 那平均来说 每公斤的人体质量的基础代谢率约为1.0瓦特 好那在这边 1.0瓦特 就是1.0焦耳除以每秒钟 好那我们在国中的时候是不是有学过 一度电 就是 焦耳 千焦 然后更正是千瓦小时 好 那这边的话就是 1瓦特的话就是1.0焦耳除以每秒 好那为了维持人体的新陈代谢所需要的能量 是食物被消化后与氧作用所产生的 好那以碳水化物 比如说葡萄糖为例 那将它转换为人体所需能量的一系列过程 总结起来 我们可以表示成下方的反应式 那葡萄糖加氧气产生二氧化碳加水 好那其中 每公克的葡萄糖在这个反应中释放出的能量约为 16千焦耳 那我们习惯称为此能量的热量单位 其单位质量的热量 单位质量所放出来的热量 那一名质量为50公斤的学生 在常温下静止躺着休息 他的体温保持正常 而且恒定不变 那若他体内新陈代谢所需能量都来自于葡萄糖 则他躺着休息两小时 共消耗几克的葡萄糖 好也就是要算他的基础代谢率 好那我们知道 人的基础代谢率 刚才上一页有说到1.0瓦特 也就是1.0每秒1.0焦耳 好所以 50公斤 好因为每公斤就是1.0 焦耳除以秒 好所以50公斤就是 1乘以50 焦耳除以秒 好这样子的 基础代谢率 好那 因为两个小时 好两个小时 总共有几秒钟呢 就是2乘以60乘以60 好这样所放出来的是 基础代谢率是多少焦耳 然后如果要换成千焦耳的话 就是再乘以10的-3 千焦耳 好那 就会等于 360千焦耳 好 那因为他要去消耗葡萄糖 好他要消耗几克 那因为每公克的葡萄糖 约释放出16千焦耳 好所以我们需要几克呢 总共有360千焦耳 所以360除以16 就可以得到他需要22.5克的葡萄糖 好所以这题答案选择是B选项 好我们来看一下他给的答案 消耗消耗的能量 就是因为他50公斤 好所以是50焦耳每秒 然后再换算成两个小时 然后换成千焦耳 好那 每公克的葡萄糖 释放出的能量是16千焦耳 所以需要22.5公克的葡萄糖 好会共消耗22.5公克的葡萄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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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